連任六屆的國民黨籍基隆市議員何淑萍先向顧總統 也是國民黨顧總裁的蔣公同向90度鞠躬後正式宣布 爭取國民黨提名參選立委的想法和理念 一路走來始終如一 並以責無旁貸的信念 然後來為我們基隆市來努力 那在這裡呢 我們國民黨國良市長 他取得執政權之後 那更需要一席的立委 爭取更多的經費來為我們基隆市政 為我們基隆市政來幫助 那在於我們無論是在通勤族的交通 以及我們捷運規劃的落實 還有醫療設備的提升 富幼落老的照護 還有我們現在郵輪的跳島觀光 來提升我們基隆市在這個觀光的一個港口的一個優勢 那為此孰平以著一顆刺成的心 願意挺身而出 那跟大家一起為基隆市美好的未來來努力 那我也希望 本黨的一些先進同志可以給予孰平鞭策 然後邀請我們本黨的各位同志給孰平鼎立的支持 那孰平一定會全力以赴贏得本黨立委的席次 那也希望各位好朋友給孰平一個服務相親的機會 讓我們基隆市在這個國際港口有一個聚焦點 在多位信義區里長以及社團領導人支持下 何淑萍選擇在國民黨基隆市黨部一樓 舉行參選立委記者會 何淑萍也強調如果進入黨內初選階段 不論是黨員投票和民調結合的三期比方式 或是採用全民調來決定最後的黨籍立委提名人 他都可以接受 因為黨員他也是我們一般的民眾 那我也希望有黨員的支持 那我在這裡也是尊重黨的協調機制 然後看是三層黨議七層民調或是全民調 我都可以 對 依照國民黨中央的規定 4月17號到4月19號之間開始接受 有意參選立委黨籍同志的領表和登記 記者吳俊松 基隆報導